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老人家教我的时候 我总得有动手这些东西吧 我手放在他身上 什么感觉啊 身体犹如金刚锁柱 金刚锁柱的一个大柱子 推不动 就跟推到一大铁柱子是一样 但是啊 我要卯足进推 肯定能推动 反过来说 如果卯足进去追老爷子重心一闪 我可就飞出去了 说这是什么呀 他真体的真能如金刚柱吗 在于内练 内壮 外操柔软 你搭在身上 他皮是肌肉是肉 你往他身上你推的时候 瞬间就感觉是金刚锁柱的一个柱子 脚底是在滚动轴承的 你推一晃 嘎巴卡住了 再推不动了 你再较劲 再去推 它顺劲一带你就出去了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咱们易经经内壮的功法 内壮功法怎么练 咱们说的啊 叫什么手中之法 书上也说的是手中之法 为什么呢 就是说按我的体验和我的经验来说是什么 挑战极限之法 从哪开始 从咱们正身头 脚趾挂地开始 脚趾挂地身上往上起 要尽量是保持平衡 尽量是保持平衡 不要晃 但你身体外边是要放松的 可里边你就紧张起来了 对不对 你外边放松 里边也放松 整体堆下来了 这个也不行 有时候怎么说呢 这个力度啊 你外边是很放松 里边精神贯注 里边就紧张的 自己可以慢慢体会 久而久之 你的身体里边也会形成一种 外柔内刚的感觉 再说我这个老师 关先生 关永年先生 在世啊 还在世 你别回头 人家说我老拿过世的老先生说事 没有验证 我这个老师在世 今年八十五岁了 就是也是啊 他的身体体验 就我感觉是什么 就当时啊 当初啊 也是将近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他身体就好像是一个水泥的柱子 原型的水泥的柱子 如果拿个大铁球往柱子上引砸 肯定能砸掉 这样 当然 我在这不是说关老师水平不好 随话实说 是他跟师爷 跟我爸爸老师 所以功夫有差距 因为这人差二多岁呢 年龄他还有差距呢 对不对 就说 他们内壮之法是一样的 当然了 现在关老师八十五岁了 他不可能再 怎么说呢 再用钢绒的东西了 他的东西就是柔化 他更是赤头太极这些东西 所以说 在这要说 内壮之法是什么 是挑战极限之法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一个小乔名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